熊熊大火不斷燃燒照亮整片夜空 小小洋台急滿消防人員要衝進民宅滅火 另一批則是從對面頂樓全力涉水灌救 因為還有人受困在裡面 火室終於受到控制 現場濃煙密布 籠罩整棟建築物 紅衣服人被救了出來 但他呆站在陽台看著陷入火海的家 希望消防人員趕緊救救他丈夫 在搜索的時候有發現一位罹難者在現場 現場去造成一人明顯死亡 夫人跟70歲的丈夫就住在台北市南京動路 移動六層樓公寓的頂樓加蓋 凌晨4點多突然發生火警 共出動了15輛消防車救援 到場時火事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花了半小時才順利撲滅 初步判定燃燒面積達50平方公尺 當時附近居民疑似聞到味道 察覺不對勁發現失火了 趕緊通知左鄰右舍往外逃 我是住六樓 所以他就在我的對面燒 你怎麼發現了 因為我還沒睡 我就看他火啊煙啊 我先聞到味道了 他沒叫他先生出來 他先生生病吧 現場拉起封鎖線幾乎驚動整條街住戶 這把火來得又急又猛 外船甚至有住戶聽到夫妻兩針吵聲 懷疑是不是先生縱火 火道科人員也將約談婦人 要來釐清晚上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人為因素 TVBS新聞震盛為陳怡仁吳雅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